各位 我是溫楚良 移民正義研究所在過去八年來 一共調查了超過一萬五千名移民工人 大約有四分之三的工人 他們的工資是低於臨時供最低的工資 而有四分之一工人的工資更加不及這個最低工資的一半 在被剝削的工人當中 十居其狗是沒有採取任何行動的 通常都是因為害怕會影響簽證 或者會影響未來在澳洲居留而保持沉默 聯邦政府在7月份推出了一個新的簽證 叫做職場正義簽證 即是Workplace Justice Visa 找他的移民工人在對他們僱主作出法律訴訟期間 還可以繼續留在澳洲 詳情請收聽我以下這一節報導 澳洲在今年7月引入了一個名為職場正義簽證 即Workplace Justice Visa 來到應對移民工人遭到剝削 但是又礙於種種原因不敢舉報的問題 這個為期兩年的試點計劃屬於全球首創 這個簽證類別將會允許移民工人在追求職場殺償的同時 延長他們在澳洲逗留的時間 根據過去經驗所知 由於移民工人懼怕簽證被取消 因而失去居住在澳洲的機會 所以被迫對那些無良僱主都是敢怒而不敢言 所以持有臨時簽證的移民工人 一直都呼籲政府要對他們提供更加的安全保障 而聯邦政府也明白這種恐懼的心理 於是希望通過這個新的職場正義簽證 以確保這些人士可以留在澳洲 來向僱主爭取應得的賠償 人權法律中心的法律總監Saint-Marty Verma這樣解釋 Virma表示一直以來大家都努力為在工作中遭受到剝削的工人 去爭取基本的安全簽證 以便他們可以留在澳洲 方便向他們的僱主尋求殺償 而這些正正是這次這些簽證所能為他們提供的保護 Virma又希望這一個是移民體制中一個新的底線 他告訴那些移民工人知道 以後他們的老闆再不可以因為那些工人僅僅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權益 而威脅說要取消他們的簽證 然後便將他們驅逐出境 而今次這個計劃一共針對兩方面 一它將會確保申請人在對僱主採取行動期間 還可以擁有十足的工作權利 這些簽證的有效期為六個月至十二個月不等 必要的時候可以重新申請 而在第二方面政府還為工人提供了另外一個保障 就是說當一個人因為遭到僱主剝傷 而違反了和工作相關的條件的時候 舉例說工人超過他限定的工作時數 那麼澳洲內政部是不可以因此而取消這個工人的簽證的 不過這些工人需要相關政府的機構 又或者是認可的第三方發出相關的證書才行 剛才我提及過 Workplace Justice簽證會進行為期兩年的試驗 首次臨時簽證的Valentina Oliveris表示 提供更多可以拿到永居權的途徑 就可以防止僱主手握太大的權力 Oliveris表示還有很多事情其實是可以做的 澳洲政府應該為海外留學生和移民工人提供明確 和可以獲得永久居留權的途徑 現在政府要做的是確保每一個移民工人和海外留學生 都知道有關這個簽證的信息 即是說要告訴他們知道這個簽證推出了 對移民工人是有新的保護措施 而自從今次簽證推出以來 Samarty Verma和人權法律中心 已經為五位前來尋求幫助的人士提供了建議 Valentina Oliveris表示 這是正確的方向 不過日後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I don't know if this visa will solve the lif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liveris說 她不知道究竟這個簽證 是不是真的能夠解決到海外留學生 和臨時移民工人的生活問題 但是至少她是有一定的貢獻的 想收聽更多的節目內容 使用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或是其他Podcast應用程式 繼續收聽